好,那我们已经看完了布瓦松分布 代表说我们的离散分配已经都看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连续分配 各位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奇怪哦 布瓦松分布是离散分配哦 但是它是在连续空间里面的离散分配 那接下来的连续分配呢 是连续空间里面的连续分配 所以跟布瓦松这种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离散分配里面通常是以二项分配为主 就是伯努力试验为主的 但是连续分配就不是这样 连续分配是一种连续的形式 那这种连续的形式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例子 好,先看均等分配 好,均等分配呢 它就是在a到b之内出现的机会均等的那种分配 就叫均等分配 那在r函数里面是unif uniform distribution取前四个字 那课本的公式是fx等于b-a分之1 b是比较大的,a是比较小 那在r里面呢,我们是fx等于e除以max-min 这个max就是b,min就是a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直行的图 那接下来我就不再用r软体一个一个直行 因为这边都有了 那所以我们在时间比较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直接看结果就好了 那你回去可以操作一下 验证一下 好,我现在呢 弄四张图 每一个都去画均等分布的情况 但是每一个均等分布都不一样 第一个是0到1 那我画的范围是-2到10 是为了要让各位看清楚它的分布情况 那第二个是1到5 第三个是-1到9 第四个是10到110 那你会看到这个 第一个0到1的情况只有0到1有值 而且每一个值的密度都是多少 都是1 都是1 你看这0.8之后其实应该是1 它没写出来 那1它都在这里 所以0到1之间的击率密度都是1 其他地方都是0 这是均等分布 那第二个是1到5 所以1到5之间都是1 那其他地 那1到5之间不是1 1到5之间应该是多少 1到5之间 应该是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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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因为1到5之间总共有4格 4格 那4分之1就是0.25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0.25的地方 那另外这个是1到9 那1到9之间应该是多少 那1到9 那1到9 那1到9之间刚好有10格 对不对 10格 那所以每一格就1 10分之1 就0.1而已 那接下来这个是10到110 10到110要有100格 100格 那每一个就是1% 就0.01 所以这里0.008再上去 就0.1了嘛 OK 所以这是均等分配的情况 这应该很简单 就整条线是平的 所以这均匀分布很简单 接下来来看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连续分布 叫做常态分布 那这个常态分布呢 我先给各位看他的图 再来看他的公司 因为公司有点难懂 那图是长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形式其实蛮完美 那为什么觉得他蛮完美的呢 他好像一座山 一座山 其实山为什么是长这个样子 他是土石落下的一种常态分布 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日本人会觉得富士山是最美丽的山 因为富士山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但是他中间有个火山口 没办法因为熔岩把它熔掉 那其他的部分呢 他就很对称 那这种曲线 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一旦你数量多的之后 都会落入这种形式 数量多了就会落入这种形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为什么 为什么常态分布很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2πsigma 这个字是sigma 2πsigma分之1 然后1的-2分之1s-mu 除以sigma的平方 OK 那这个 这边的mu是什么 平均数 对不对 就是常态分布里面最高的那一个 就是这一个的重坐标 那也就是说以这个例子而言就是0 对不对 那这个mu 那sigma就是标准差 标准差 那sigma的平方叫变异数 那也就是说 我看到这一个分布 然后他这一个离 离开中心点的距离 他的平方根到底是多少 平均的平方根是多少 那所以 这一个有点 有点代表的是 他到底离散的程度是多少 往外扩散的程度有多大 那所以整个常态分布长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会写出这样一个分布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极限定理 中央极限定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只要一个随机分布 你把那个随机分布里面随便抽样n个出来 那当你n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会逼近常态分布 ok n越来越大 他就会逼近常态分布 这是为什么常态分布重要的原因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 就算他是一个二项分布 我给他取100个 然后加总 取平均 这个平均值会逼近常态分布 就算他是普瓦松分布 就算他是普瓦松分布 我给他取100个 加总 取平均 他还是逼近常态分布 不管你是哪一种随机变数的分布 我只要把他取100个加起来 他几乎都是常态分布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分布就变得太重要了 因为所有的分布最后加起来 都通通都是这个分布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分布 有他很神奇的地方 好 那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至于中央极限定理的证明 我想留下礼拜好了 先至少认识一下这个分布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 我用Dn0 Dn0就是常态分布 而且标准差是1的那种常态分布 那他的 而且他中心点在0的地方的常态分布 那Dn0是0.398 9423 那Dn0.5是0.352 Dn0.2.5是这样 这是标准常态分布 标准常态分布 那我可以把标准常态分布画出来 范围从-3.5画到3.5 OK 那结果你会看到他是这个样子 那我也可以用Rn0 去模拟100个 我取100个常态分布的结果 然后让他做统计图 你会发现他不是那么像 不是那么像完美的常态分布 对啊 因为取的数量100个 其实是有点少 那如果我今天呢 取1000个 你会发现变这样 看起来呢 还不是那么好 因为有些地方高了一些 有些地方低了一些 那我们就来取更高一下 那我们就来取更高一下 试试看 我们取10万个 然后呢 我就画Histogram Nclass50也OK啦 随便 其实Nclass多少都OK 100好了 Nclass就是那个总共有几条 那我把它10万个分成100条 你会发现这个非常常态 对不对 那这个是 如果你取100万 当然会更常态啦 但是你要看你的Nclass是取多少 100万是更常态啦 但是你的Nclass如果取得越少 你看起来就会觉得不是很那个 因为 因为我就是分成那么多条而已嘛 10条没办法表示什么 那100条的话呢 表示的好一点 1000条的话呢 你会发现 哦 那这个就很常态 但是你取1000条的时候 你的100万就不是很大 对 所以你取1000条的时候 你可能要取 这个是多少 1000万 哇 有点久对不对 然后呢 再Histogram1000条 哇 这就很完美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R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随便做 他马上就出来一个你想要的那个图形 真的是很棒 好 那请各位 就看一下 常态分布 跟均等分布 均等分布很简单 常态分布比较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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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